一个人的成长需要多久 是经历漫长而深邃的黑夜 还是数不清的一月又一年 1814年 黑夜笼罩的大海上 法老号船在返回马赛的途中 船长得了极性脑膜炎 副手唐太斯不顾众人的劝说 坚持要向附近的一座小岛求救 这座小岛名叫鄂尔巴达 拿破仑就被燕军囚禁在上面 果不其然 他们一上岸就被燕军视为侵入者 最后是拿破仑救了他们 在得知他们的来医后 上面的医生为船长进行了医治 随后 拿破仑单独找到的唐太斯 让他帮忙送一封信回法国 他声称 这只是给老朋友诺瓦定诺的一封信 里面并没有什么违法乱记的事 唐太斯是一个善良热情的人 当今就答应了 临走时 他告诫唐太斯 不要告诉任何人送信的事 以免带来不必要的事端 好友菲尔南问他 为什么去的那么久 他随意地敷衍了几句 第二天 船长因病重去世 一行人告别的拿破仑 乘坐法老号回到的马赛 唐太斯因为善良和应勇 被船行老板任命为新船长 旁边的大副腾格拉尔 一脸不爽 唐太斯立即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未婚妻美希蒂斯 两人在海边缠绵了一夜 勾火爬 唐太斯声称 赚够了钱就买一枚戒指向他求婚 但美希蒂斯什么都不要 他做了一枚草戒指戴在手上 这样就足够了 事业升迁 爱情丰收 唐太斯可谓春风得意 然而 一伙警察冲进家里 以叛国罪逮捕了他 证据就是那封信 执行官威尔弗打开了那封信 上面写着英军在厄尔巴岛的布房 以及出勋时间和地点 但唐太斯并不知情 威尔弗也明白 他是无辜的 他将那封信烧毁 还声称要放了他 结果却是让人把他送到 臭名昭著的伊夫堡监狱 唐太斯挣脱的警卫 骑着马找到了费尔南 请他帮忙证明自己是无辜的 但费尔南却拿件指着他 原来 那晚他趁着唐太斯睡着的时候 偷偷看了那封信 费尔南嫉妒他 自己明明是伯爵之子 却当不了船长 明明家财万贯 却得不到美希蒂斯的案 于是 他伙同大富腾格拉尔 联名举报了他 唐太斯得知事情真相 两兄弟反目成仇 但唐太斯一届平民 岂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费尔南对手 第二天 威尔弗找到的父亲 原来他就是诺瓦蒂诺 父亲曾经是拿破仑的下属 正在秘密迎接拿破仑的回归 威尔弗为了撇清关系 所以才烧了那封信 将唯一的知情人唐太斯 送进了有去无回的监狱 伊夫堡监狱 坐落一座小岛上 四面悬崖峭 内部更是由坚硬的石头砌柱 刚来的第一天 他就受到了非人的待遇 舰运长朵里克对他实现了鞭刑 接着将他关到的一间只有窗户 没有床的牢房里 在这里的每一天 都像是在度日如年 他无时无刻不再想念故乡 想念美西蒂斯 每过一年 舰运长朵里克除了带一句新年外侯碗 还赐给他一顿鞭刑 唐太斯想过自杀 当看到墙壁上自己写的上帝会看到这一切时 他放弃了 坚持了心中的信仰 可时光转瞬即使 四年中 唐太斯酒盼的上帝没有来 就如同墙壁上的字迹一样 在他心中 慢慢褪色 最后只剩下了仇恨 某天 地面开始破裂 钻出来一位白发老人 他叫法利亚 是一名牧师 被关在这里11年了 最近五年来 他一直在挖这条地道 企图逃离这里 法利亚站在他的肩膀上 这是他这么多年 第一次看见阳光 唐太斯通过第一道 来到了法利亚的牢房 这里有一把椅子 他忍不住地坐了上去 法利亚声称 可以教他经济 数学和哲学 甚至是建树 作为交换 他必须帮助他一起挖地道 于是 两人开始的逃跑计划 每天警卫会来两次 一次是早餐 一次是晚餐 这个时候 他们必须回各自的牢房 将挖出来的泥土 放进垃圾桶里 警卫以为是粪便 便没有引起察觉 法利亚曾经为一个 非常富有的伯爵 当私人秘书 后来伯爵因必去世 他的遗产也一同消失 当时的拿破仑打天下需要钱 就来伯爵家里打劫 法利亚声称 自己并不知道遗产在哪里 于是拿破仑就把他扔到的 衣服宝反省 接下来的日子里 两人一边挖地道 一边跟法利亚学习知识和建树 很快 13年过去了 那天 他们在挖地道时 发生了坍塌 法利亚被砸伤 已经没有了多少时间 临死之际 他让唐太斯在地板下 拿出了一幅藏宝图 其实法利亚知道 伯爵的宝藏藏在何处 唐太斯问他为什么撒谎 法利亚说 自己是牧师 但不是圣人 对于这笔巨大的财富 任何人都会为之心动 最后他告诫唐太斯 放下心中的恨 用这笔钱去做膳食 这时 警卫前来送饭 发现了死去的牧师 唐太斯立即躲到的地道里 警卫将尸体装监的袋子 接着去报告监狱长 而唐太斯 突然心生一计 监狱长 朵里克来到的牢房 看都没看一眼 直接让手下将尸体扔到的海里 这招吊包剂 可谓胆大 完美 唐太斯因此逃出了一幅宝监狱 第二天 重活自由的他 忍不住在沙滩上狂欢 在这里 唐太斯遇见那一伙海盗 他们正要处决一个偷窃金字的手下 雅各布 头领来的性质 让两人决斗 谁输了 就会被处死 唐太斯凭借着在监狱学到的剑术 两招就将雅各布打败 但他并没有杀死对方 而是恳求首领 扰了雅各布 作为条件 他自愿加入海盗 首领看他武艺高强 便同意了他的要求 雅各布感激涕零 发誓一声做他的仆人 唐太斯在海上漂泊的三个月 终于回到了马赛 十六年过去的 人们已经认不出他 都以为他死在的一副宝 唐太斯给自己化名为扎特尔 找到了当初的船航老板 这才得知 美希蒂斯嫁给了菲尔兰 成为了伯爵夫人 而威尔夫 腾格拉尔成为了政府要员 四人都搬去了巴黎 唐太斯怀着心中的恨 展开了复仇计划 他让雅各布买来的一艘船 根据藏宝图的指示 找到了埋藏在水中的宝藏 这一刻 唐太斯成为了拳法最富有的人 雅各布声称自己可以去巴黎 将这些人一一杀死 但唐太斯觉得 这样太便宜他们的 他要击溃他们的内心 毁掉他们所有的美好的东西 体验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于是一个歹毒的复仇计划 这次展开 首先 他用钱买下的巴黎一艘巨大的庄园 并自封自己为基督山伯爵 接着给巴黎所有有权有势的人 送去的请柬 邀请他们来家里做客 这些人都没有认出他就是16年前的唐太斯 在金钱的推动下 他成为了巴黎声名显赫的人物 随后 雅各布打蛋到负尔南 在赌场输了很多钱 已经无力维持公司的运转 负尔南唯一的希望 就是向银行贷款 唐太斯利用关系 让银行不再贷款给他 无奈之下 负尔南找到的腾格拉尔 两人很快达成了合作 这时 唐太斯让人暗中绑架的负尔南 与美西蒂斯的儿子马克兰 接着自己假装路过 以英雄的姿态救出马克兰 这招成功获得了他的好感 唐太斯邀请他到家里做客 我一种吐露 自己有一艘货船将在三周后到达巴黎 旁边的雅各布一时嘴雾 将货船说成了伯爵的金子 马克兰回家后 将所有经过告诉的负尔南 也一并说出了伯爵金子的事 负尔南嗅到的味道 便找到了威尔夫 他怀疑是唐太斯找到的伯爵的宝藏 两人决定按下操作 吃掉这笔金子 在马克兰的生日宴会上 负尔南并没有认出唐太斯 但美西蒂斯一眼就认出了他 他悄悄上了唐太斯的马车 但唐太斯打死不承认自己的身份 三周后的夜晚 腾格拉尔带人携持的那艘货船 打开一看 里面果然是金子 这时 唐太斯带领着当地的执警官赶来 将腾格拉尔人赃并获 他试图反抗 结果被吊死 处理完腾格拉尔后 唐太斯找到的威尔夫 步步紧逼下 才得知事情真相 原来威尔夫为了自保 联合负尔南杀害的自己的父亲 从而撇清了与拿破仑的关系 威尔夫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切都是唐太斯的阴谋 所有的谈话被巴黎检察官听见 威尔夫因此被捕 被送去的衣服宝监役 回到家中 美西蒂斯找上了门 他伸出的手指 上面的草戒者一直留在手上 他之所以在唐太斯出事 一个月后嫁给菲尔南 是因为他怀上了唐太斯的孩子 唐太斯得知事情真相 两人愁归于好 接下来是菲尔南 得不到任何贷款的他 直接破产 唐太斯约他在郊外见面 并当场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们像旗帜般进行对决 刚开始 唐太斯节节败退 但是他利用一个绝佳的机会 成功完成了复仇 影片的最后 唐太斯重拾的爱情 还获得了一个儿子 他面向大海 决定用剩下的钱去做善事 完成牧师的心愿 新《基督山伯爵》上映于2002年 改编自法国作家大众马的作品 《基督山伯爵》 不过相比较于原著 电影方面改动了许多 这也是导致电影被许多人诟病的原因 前文提到的使人成熟需要多久 大概也就是一个瞬间 权力 欲望 金钱 犹如潘多拉的盒子 危险却诱人 这些力量扭曲着人的三观 俯视着人性的光辉 人因此变得贪婪 自私 狂妄 不过善恶有报 正义始终会降临 惩罚迟早会出现 好了 这里是老几观影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